主演电影孤注一掷 收获了很好的票房的口碑 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形象定位和市场定位的 你会如何调整自己的表演风格 以及适应不同的角色和市场需求的 我现在感觉没有太去想定位这件事 我觉得就是拿到本子以后 把这个角色塑造好 对我来说就是第一道门槛 达到自己的标准线以后 现在跟更多的大众来见面的时候 不让别人觉得有违和感 因为我有两重身份 一重身份是歌手 一重身份是演员 所以在这两重身份在平衡的关系上面 其实挺难做到 让别人能够相信你是电影里面那个人的 所以需要比别人付出更多努力 电影传说定档了 然后电影海报发布后 张艺兴起码拉弓的角色造型登上了热搜 让观众对期待之拉满 和大家介绍和推荐一下这部电影 其实这是一部动作电影 然后跟大哥的第二次合作 然后我把我所有的 对于动作电影的热情热爱 奉献给了电影 然后也对于所有武行老师们的尊重 以及所有武行老师们的不容易 全都放在心里了 然后非常尊重每一位武行老师们 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动作电影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对自己在电影行业的未来发展 有什么规划和期待吗 是否有特别想要尝试的 新的角色的类型 或者想要探索的新的领域 我们可以多塑造不同的人物 和不同的个性的角色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也希望通过影视表演 去拓宽我的认知 和拓宽我的知识面 也特别期待你的新的角色 谢谢 谢谢 谢谢